nacen 他們的地鐵站裡面有個子耶 午餐吃這間 grand cafe 這是菠菜的Pancake 然後Strawberry Pancake 那個火腿三明治跟薰鮭魚三明治 剛剛去換了克朗 然後就是它的銅板是很厚的那種 然後我們是在這一間換 只是匯率算比較好的 Candy Shop 這邊一進來都是甜甜的味道 超爆甜的那種 來買菸蔥捲囉 這個是香蕉口味的 然後是160克朗 大概240台幣 這間是剛剛發現的超市 我們來稍微比價一下 可樂27.9克朗 Red Bull 38.9克 好像跟台灣換算起來就差不多 這邊是水果區 感覺水果就會比台灣貴 蘋果37.9克 66.9克 芒果一顆49.9克 香蕉是一串37.9克 這邊是吐司的 我媽剛剛說要買這個 一條28.9克 14塊 哇 壽司誇張了 94塊 79塊 起司大概落在30-50塊 洋芋片 第一天就來吃捷克的麥當勞 薯條看起來分量差不多 然後 但是飲料超級小杯 我沒點了一個麥香雞 但它沒有芝麻 它的麵包是這種麵包 我點Cheeseburger 但我覺得它的Size 光看就已經比台灣小了 再來是我們的住宿 我們住在這一棟的後面 這邊是門進來的地方 然後它是兩個房間 這邊第一間雙人床 然後再來這邊 還有一間雙人床 然後這個雙人床 它會跟廚房客廳一起 有附微波爐 然後這個是熱水壺 那個水是我們自己買的 然後這裡有洗衣機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 基本的廚房設備 這是電子爐吧 然後冰箱 小冰箱 還有四人的餐桌 廚房的櫃子裡面還有餐具 它附的東西蠻多的 這邊還有鍋子跟油 上面的櫃子是盤子跟碗 然後還有玻璃杯 酒杯 這邊應該只是一些廚房用品 哇 超級多調味料 那還有烤麵包機 那這裡是廁所 蠻乾淨的這種小廁所 浴缸 馬桶 這邊有兩個小櫃子 然後看一下裡面好像也是一些盥洗用品 然後就是洗手開 早安 這邊的天氣就是很冷 但是沒有太陽 超級大 但是我現在都不知道 那這邊既然叫城堡 其實它自己就會有一堆城堡 然後還有一堆各的是建築 就是算是歷史重症的地方 我剛剛引頭過來 然後大家拍照直路這樣 剛剛全部出門最近真的太多 而且做得是什麼 做得是什麼 它10張只要65克 台幣90塊 90塊 10張一張9塊錢 然後我們今天的午餐就要吃 今天 星扎克 據說是整個布拉格最漂亮的星扎克 畢竟它可以看風景 我們選了一個在窗邊的位置 然後這邊有一個太陽直接直射 我們現在非常舒適 就是先點一個可送 然後還有一杯抹茶 抹茶那個提示我最愛喝的 這位小姐剛剛嘗試跟店人 想要調整糖度 對嗎?糖度 對 然後 因為一同也要講 我在旁邊聽是這樣子啊 但就是 希望我等一下喝到的味道是 我理想中的味道 這是我媽後來點的蘋果派 89克浪 內餡很厚 而且蘋果 味道蠻濃郁的 然後我蘋果也很濃郁 OK 今天就是走走走走的一天 然後我們現在從河的對岸要走這個 查理大橋 回到老城區 你們看那有超級多隻海鷗 然後到那邊還有 還有這裡 又有一間很甜的店 我們現在逛下來得到的結論是 他們很喜歡做大糖果 就是普遍來講它的 它的大小都是蠻大顆的這種 你看 巨無霸 我們剛剛終於在那種糖果店買糖果 然後它剛剛是100克 87嗎 87克浪 然後我就隨便夾一夾 我加了一個很大條的棉花糖 結果 我們真的是算少少的喔 總共是165.3克浪 然後對 現在糖果總共要200多塊 快死了 今天晚餐是這間 這是我們點的meat box 就是肉類的組合 八個 一半的潛艇寶 加上了兩盒薯條 這樣要三四九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肉 他們蠻多酒吧 它是這種紅紅暗暗的風格 晚上的布拉格廣場 大家早安 今天是布拉格第三天 沒有行程的一天 我們本來就沒有拍 然後我們的爸媽已經出門了 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氣泡水的故事 他們 很多人都喝氣泡水 所以 如果要買純水的話 要買 前面有寫NEPER LIVA的這個 有N1的才是純水 那如果你今天買的是PER LIVA 就是氣泡水 他們都有 像這種 就是 室內的人行道 穿一穿 就穿到 某個點出來 這樣子 就很像我們的地下道 只是不用下去 他們就是平面 中午 中午來吃Burger King 我們點了一個Chicken Burger Cheese Burger 然後一包薯條 還有它這種 小杯的飲料 這樣總共150克啦 我覺得這裡的漢堡 都很小欸 就是 整個size 小一寸感覺 對啊 我們現在吃完Burger King了 因為現在我們這樣逛也是逛 我現在就是要去喝珍珠奶茶 日出茶菜 我點的是鮮奶茶 30%的糖跟30%的冰 怎麼樣 很好喝 我覺得它的珍珠比 台灣的一些 的珍珠好吃 就是很Q 我剛剛會那個表情是因為 它真的太甜了 跟奶茶一吸到 真的就是 糖 很甜的那種感覺 但是珍珠是 不會太軟爛 也不會太A 就是中間是有透的 我發現一間 popcorn的飲料點 然後 它看起來超級爆甜 五顏六四的popcorn 現在下雨了 然後 我們發現這裡的人 都不怎麼撐傘欸 他們會戴帽子 但是不會撐傘 因為在這裡 在外面上廁所的話 就要付錢 然後一次大概 10到20克啦 所以 這間小檸檬 是不用錢的 但是它只有二樓 跟地下二樓有 廁所 所以你們說他們每個超市 都有這種麵包 然後都有兩塊多 可以幫我們的早餐 OK 今天是我已經住在這邊兩天了 我們這樣住四天的價格是 13935 我現在說台幣 除以四個人 除以四個晚上 一個人 一個晚上是8007 還蠻便宜的一個價錢 如果想要省錢 又想要方便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這個區域 早安 布拉格最後一天 我們要去逛市集 還有去小城區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去搭地鐵 我們來這邊 今天第一次搭地鐵 提醒大家來這邊打車一定要記得打票 就是它上面有這個箭頭 然後你就要朝這個方向租進去 我剛剛拍的那個黃色機器裡面 然後它上面就會有這個 就是上面有日期 你盡在的時間 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我們第一天來這裡的時候 我們剛上車 然後還有一堆行李 還在扶正 然後因為車就開了嘛 檢票員就過了 就說因為我們沒有打票 所以要跟我們收錢 完全不放過我們的那種 還害我們搭顧站 它真的收太貴 原本它收一個人一千克朗 四個人就要四千克朗 這樣台幣要三千塊欸 最後它就是說 那就收兩個人的錢 就是收兩千克啦 差點來吃這間 這間是我的外國朋友推薦我的 現在我在橋上這個景色 我覺得手機真的拍不出來 後面建築物 然後這邊有太陽灑下來 然後那邊有一些 就是鵝跟牙子在水上游泳啊 然後飛啊 超級漂亮 打卡 跳舞的房子 現在又要去喝珍珠奶茶了 因為我妹指定KOI這一間 聽說KOI就是在國外的五十蛋 哇 這可憐 台灣五十蛋的味道 只是它的珍珠是黑糖珍珠 因為台灣的五十蛋 珍珠不是黑糖珍珠 可是我覺得奶茶是 156台麗 對 156台麗 對 156台麗 很好喝欸 到了哈維爾市集 現在已經超級好 還有陽光 超級多的草莓 應該是莓果類啊 49而已 我搞錯了 它是100克49 剛剛逛著逛著我又忘記拍 然後現在已經晚上了 反正我後來又買了兩張明信片 跟這個天文中的吊飾 它要60克啦 然後捷克最後一天一樣來逛超市 買一堆東西 這邊有很多種的威化餅 不同口味不同大小 還有捲心書 OK那這支影片就這樣 就是我們這四天在布拉格 的隨便走走還有吃吃喝喝 明天就會往那個 捷克CK小鎮前進 所以 一直要起來搭車 那就 下一集CK小鎮見 掰掰 還有anesh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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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